是非告訴乃論的 尚以為叫做公訴罪 對啊 尚以為叫公訴罪 瞄檢聽到 看到電視 可以簡報辦案啊 瞄檢會辦嗎 沒有啊 你看 這個案件這麼久了 欸 特典配 準情信函 律師函一直來 到底 政府機關有作效 討論這麼久了 檢查有登堂嗎 檢查有登堂嗎 連政策 整天在睡覺 啊 你看 他為什麼怕歐打 你看 臨死也沒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事情 我現在說的是在修法的態度 你看你剛才 一個書在說 這個案件是怎樣 我們不去搓來台北 欸 我們的修法 你說有財調 他要畫要怎樣就要怎樣 特別是 這苗烈 或是 庭園基霸 你看 沒有啦 庭園的館長 不要說基霸 欸 我跟你說 你不要再說 這樣翻過 話翻過很難聽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 在庭園 你看所有的地方民意代表 怎麼聽 你聽這裡的家 所有民意代表要怎樣聽 所有民意代表要跳出來 在支持老館長 你加上說最近這些事情 其實 我們要辦 不是沒有 我們基出這麼多問題 包括交代所 包括這些違規修容 包括開發三部帝 包括管政府所有的表案 奇怪 我們隨著說 整天都沒有人在查 香港的基礎 我們基礎這麼多政府 你看政府機關 你也說 你手法減掉 你也 當作桌子 讓大家看看 你真的要辦 結果沒有 你放 放給老政鋒 每天這樣 會被強迫 包括用圖書 信函 用這樣走 讓你走 你不敢說 政府是要怎麼保障 我們所有百姓的管理 你再說 我跟你說 我給你看 你再說 苗栗卸榮就是 把三立記者恐嚇的協會 銀路是三立新聞不實報導 要求立即更正 否則將北上抗議 北上要抗議 所以我跟你說 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傳統的 我跟鄉國說 我以前選舉 他當作 李靖翁 你有跟他做 我知道要幫你選聲 但是你知道嗎 那時候李靖翁 第二次要再選 為什麼選不得 因為地方就幫你選 他說 你用了 地方的事情 都沒有讓地方人來做 都外面的人來做 沒有 公開銷錶 但是 公開銷錶 你知道嗎 這就是文化 他就地方來講 這就是文化 地方的事情 地方自己叫 你外面的人來 你意思是 肥水落的外輪田 對啊 你做一個管長 他創作理應 創作理應 然後分配理應 分配理應 分配是什麼 分配是支持這些人 這就是地方的形態 這些人 當然也要替他聽 到底有什麼理應 存在 這就是監獄要去了解 但是我們看 政府機關 都沒有要叮噹 所以給北市 感覺說 現在台灣是怎樣 是什麼人要抵抗 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司法 他們要動力的東西 為什麼都沒有一個行動的標示 鳳林這樣 一死過 不論是媒體這樣報 還是一死過 這些是序教的行為三星 你從北市來說 未來 我們要怎麼保障 我們的生活 我們檢調是睡早了 長正 你們苗栗都沒有動作 這麼多事情 我給你講個例子 我剛剛一開場我就講了 本來我們有一個獅子會 他辦了一個活動 說要去南莊二日遊 我剛好 有邀請我去 我當過獅子會的總監 結果 有一個人跟我說 啊 最近這個事情 徐國勇你不要去啦 你去那待會兒去廟年 萬本已經發生什麼 啊 這樣就不好 我們就拜勝而過 我說他發生什麼 他說不常 你會發生錯誤啊 沒聽到 你會叫我打啊 會不會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看你賣氣比較好 會這樣跟我說 你苗栗當時變得這麼危險啊 怎麼可能這樣 應該不會吧 這個事情 做一個苗栗的人 我是很危險 其實我也在想 我能不能回家 可以啦 怎麼不能回家 苗栗是你的家 你看看 我說苗栗現在有一個叫 跳牆現象 什麼會跳牆 怎麼樣會跳牆 所以苗栗他這群人 已經走到一個跳牆現象的階段 非理性的反應 你看 林毅涵 一個獨立的歌手 基於正義感到苗栗參加演唱 變成是國安單位列案熱線接觸的對象 我的一個認識的朋友 過去在台灣教師協會裡面 當過秘書長 在院裡的國小教書 是 他也去參加了大譜 回來之後管區也來接觸 管區也 也變成熱線接觸對象 所以 陳維廷也跟他講 也提到說 有朋友提醒他 可能有一些弟兄你要注意 也許會不利 好 這可能大家覺得是小腳的 現在往上發展了 往上發展了 媒體也被恐嚇了 立委也被恐嚇了 老實講這個現象 你放到全國每個地方 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偏偏那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現在就苗栗 不是一次 不是兩次 是三次四次 會不會繼續往下發生 所以我奉勸劉縣長 你今天要出來做的 不是放任底下的人來恐嚇別人 也不是說要告這個告那個 節目裡面 大家舉出那麼多具體的示證 為什麼你們的服飾 不管哪一個公司得標 各種活動 都到一家去出貨 為什麼你們的LED燈 各種景觀工程規劃 公告裡面明明是別人得標 都被某一個廠商列為實機 為什麼人家說你水電工程 最後也是跟某一個人進出 這些東西你應該一按一按 一件一件的拿出來說明 一按一件一件 這個我們講了好久了 真的假的搞不清楚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說 官長雅 憲老爺打個電話進來澄清 因為你可以打電話到友台 就可以打電話到三立對不對 人家在講這個 當然我是一直講說 這個東西如果當事人出來講 是不是更清楚 他的媚婿水電 然後我女婿 剛剛你講的什麼乾隆服裝是不是 然後當然帽子什麼他都有 照理講好像他做的 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的 sample 可是他又說他沒有標 他有標的話全家會死光光 可是他 記住他講的話是有學問的 他說假如我有標消防局跟警察局的話 全家死光光 那消防局跟警察局以外的有沒有標 這個就是米角 米角 然後外甥奈文斌 他說有保險 不過昨天 劉縣長說沒有啦 絕對沒有啦 我們沒有啦 奈文斌自己出來承認說有的 只是沒給紅包而已 可是他昨天說沒有 等一下我們會放這袋給大家看 然後他的兒子有沒有承包LED 他還說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就講清楚 不過這樣說起來 爭議這麼多 那些公眾人物 政治人物 還有對政府我們不能質疑嗎 人民不能質疑嗎 不可以嗎 質疑的話就要告你 妨礙這個五入公署 那假承告你毀謗 會這樣嗎 看劉振宏的心態 就很清楚嘛 陳維廷他們不過是去他家抗議一下 潑個息他說是五入公署 他覺得自己就很重要啦 他家不是公署啊 他家本來就不是公署啊 但是他們現在 就把自己的政府當做自己家嘛 你看之前他們農會選舉 他兒子就跟人家講啦 如果你可以幫我的話 你們家後面那四百萬的工程 我們來幫你做啊 你要一現任我就可以幫你做啦 對 這件事情好像 還沒有出來澄清嘛 還沒有澄清啊 昨天在友台沒有澄清嘛 好可惜啊 許醫師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律師函裡面 通來沒有談他家裡的事 如果我們談他家裡的事是錯的 我覺得劉振宏 你就發個律師函跟我們講 哪些 你否認 我就說沒有 律師函通來沒有談這個 我覺得很奇怪耶 需要清楚交代嗎 我們今天講 劉振宏可能覺得自己是正通人和啦 你看議員都可以幫你出來 嗆立委了 對不對 然後你看他在週年 就職每個週年的時候 地方的檢察長 還有這個地方的地院的院長 都來給他拍拍手啊 表示他做得真好啊 但是為什麼劉振宏今天 到現在面對大埔案 他不願意說明真相 他的所謂的賴紹本 他自己的地震處的副處長 死的這麼不明不白 他也沒有辦法說明啊 說明什麼 他哥哥說死了應該啊 還說明 已經說明了嘛 死了應該啊 這就是他的心態 他哥哥說明啊 這就是坐實他 當土皇帝的心態 他到現在還是覺得 這是我們地方文化 這是我們該做的事情啊 其他地方人民發生什麼事 根本都不干我的事 所以他很心酸啊 我是覺得徐老師 但是劉振宗是不是應該出來 對講的這句死了應該 要道歉啊 當然 他有道歉嗎 沒有 我告訴大家 我接到了一個 不願意講他叫什麼名字 也不願意講他哪一個單位 苗栗縣政府的員工 那他打電話跟我講說 看到劉振宗對這個耐紹本死亡的反應 竟然是說死了應該 讓他當公務員 尤其是苗栗縣的公務員 他的心整個冷了 因為我們一個公務員死亡 竟然縣長的哥哥說死了應該 他說我們公務員是為你老正宏在拚怎麼 他說其實這個心態是現在整個苗栗縣政府 所有的公務員都認為不用做啦 也不可以啦 死了應該 許醫師 劉振宗可不是劉振宏 他只不過是劉振宏的哥哥啊 你記得那個畫面 他怎麼去跟警察講 給我設個巡邏箱來 許醫師 不是縣長喔 只是縣長的哥哥 在講公務員的時候 講的跟 在講警察好像當狗一樣來使喚說 來設個巡邏箱 你知不知道這一件 來設個巡邏箱 你知道嗎 這個鏡頭啊